政府暫緩實施垃圾徵費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梓桓強調 不等於放棄徵費計劃 但同意目前並不是適宜推行計劃的時間 未來會不斷宣傳教育和優化計劃 比社會較容易接受 政府原定8月1日實施垃圾徵費計劃 因為社會上大量反對升金而暫緩 謝梓桓承認 計劃在先行先事階段已存在不少的問題 包括清潔工人的壓力 以及配套不完善等等 暫緩的決定是基於民情 並不是要放棄 至於有沒有重推的時間表 謝梓文就說要先優化計劃 政府也宣布在下個月的1日起 未來半年每個月向公屋住戶派發20個自訂垃圾袋 謝梓文強調並不是為了散貨 散貨有很多方式 你吃飯煮 我們其他都需要用很多袋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覺在先行先事裏面 我們都看到20個作用 就是參與那些住戶 一天給了一些袋子 他們就會留意自己 就是產生多少垃圾 會不會有多少袋子 還有因為這樣的緣故 也都可以他們去看看附近什麼回收的途徑 我們要做就是因為我們目的 就是宣傳教育 有環保團體認同政府的決定 但是構思多時計劃最終要暫緩 就質疑政府的執行能力 環保協進會總幹事優榮光也都認為 政府要提供到足夠的回收設施和配套 才可以令到大部分市民心服口服 願意付錢去棄置垃圾 以及支持回收和垃圾徵費 鳳凰衛視記者林家樂報導